大家好,我是零三者積塵,豪高興見到大家 不知大家會否感覺到有些新鮮感 是的,今集Eing Weekly是在新居錄製 所以背景不同了,但內容依舊豐富 開始今集內容之先,先賣賣自家廣告 上集一口氣為大家介紹了文石10月發布的四部新機 想了解個宗特色和差異的話,記得去看看 讓你不自頭昏路障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g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大約兩週一集的Eing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fans去贊助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兩週 向Eing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去片 第一則是Eing新品的介紹 Pocketbook可以說是今年最活躍的閱讀器品牌之一 來到2023年的頭三季,它們已經推出了6部新型號 涵蓋了6吋至10.3吋 在10月17日,Pocketbook宣布推出今年第七部新機 7.8吋的Kaleido Free新機,Inpac Color Free 將會在稍後幾週正式發售 不過,如果你買了上一代Inpac Color II的用戶的話 可能你會對這個消息不太高興 因為這個型號其實才剛在三個月前才開始銷售 這一款Inpac Color III 配備了最新的Eing Kaleido Free的屏幕 解像度是1404x2172,灰階是300ppi 彩色就會比上代提升了50%,達到150ppi 帶來是更加的色彩顯示 不過只配備1GB RAM和32GB ROM 以2023年閱讀器的標準來說,就較為信息 此外,Inpac Color III還引入了Smart Light技術和夜間模式 Smart Light技術可以調整屏幕亮度和色調 確保在不同光線之下,都能夠提供最佳的閱讀體驗 而夜間模式就能夠在晚上提供到用戶一個舒適的閱讀 無需要外部的照明 Inpac Color III搭載了內建的喇叭 用戶可以隨時隨地聆聽有聲書 透過藍牙5.0連接,還可以與無線耳機等等進行配對 另外,文字轉語音功能能夠將文本轉化成26種語言的自然語音 讓閱讀更加具彈性 而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型號是市面上罕見 配備IPX8防水技術的彩機 能夠在2米深的清水當中浸泡60分鐘 而機器是不會受損的 讓用戶能夠在更多的場合享受閱讀 而在設計上Inpac Color III也配有Pocketbook招牌的 四火實體按鍵,方便用戶去操作 亦都配備了G-Sensor 可以實現自動旋轉功能 讓到用戶在使用上更加便捷 另外,支援25種圖書漫畫格式 亦都提供Pocketbook的雲端和Dropboard同步的功能 內置11本字典,最後順帶一提 它是採用封閉式系統 是不能夠安裝第三方APP的 暫時Pocketbook還未公佈這款新品的定價 但估計會與上一代開售的329.99美元相近 Pocketbook出Caleido III的彩機一點都不出奇 但來到二、三年的第四季才出 其實可以說是已經遲了 而且與上代只是隔了三個月 這個情況其實都相當罕見 剛剛購買了上一代Inpac Color II的用戶 其實你可以預計那個感覺是多麼難受 但能夠在2023年搭著這個彩色年的尾巴 推出Caleido III的產品 總算是不差的 Pocketbook的新品就讓我想起是Mobiscribe 因為它們在今年的1月其實已經宣佈了 會在4月推出Caleido III的Wave Color 但一直延期延期延期延到現在 其實都不單止沒有消息 連本身官網是工人登記電郵 等正式銷售後會通知的頁面也已經刪去 不知道是否因為確定了 今年入面它們應該都拿不到 原態的Caleido III屏幕的功課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處理 可能要到2024年Mobiscribe 只能夠搭上Caleido III的彩色列車 可以說是遠遠落後於其他品牌 第二則繼續是E-ing新聞的介紹 真是不得不算 對中國E-ing閱讀器市場來說 10月12日真是非常熱鬧的一日 原來是除了文社和蔣月 在這一日發佈新機之外 其實還有老品牌漢王 不過漢王那一日 其實最主要是發佈它們自家研發的漢王天地帶模型 順道推出了三部配置了這個AI模型的閱讀器產品 分別是10.3吋的N10旗艦版和N10Touch2024版 還有13.3吋的N10Max2024版 今天會集中談談尺寸最大的一款 先解架一下這個漢王天地帶模型 它可以視之為漢王自然的中國版Track GPT 以中文資源為訓練模型 聚焦於古漢語、法律、教育、醫養、辦公等等 五個方面 例如當中的古漢語大模型 漢王標榜它能夠以古詞、古文翻譯 以及準確回答歷史知識 而教育大模型就能夠為學生用戶 批改題目的答案和作文 以及提供口語訓練等等 漢王今次推出的三款產品都是升級型號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N10Max2024版 它的硬件配置大部分和上一代其實是一樣的 例如同樣採用E-Inkata 1250的13.3吋有聲頻 解像度同樣是207ppi 亦都繼續是8GB RAM、128GB ROM的旗艦配置 有些遺憾的是它繼續沿用上一代碎深微RK3566 效能來說會比較弱 主要升級是加大了50%的電池 由4000毫安增大到6000毫安 不過代價就是重量亦都由480克大增到547克 另外就是它們採用了新一代自然的電池筆 支持8192均壓感 而定價方面這部N10Max2024版是5580人民幣 漢王這次的發佈 其實都有多少有意思的狼值得去談一談 例如漢王天地大模型入面的古漢語大模型 如果能夠真是以古詞詞的話 其實真是不簡單 至少現階段的Track GPT 哪怕是用GPT4也好 我親自實測過 這個是以英文資源為主的模型 它們其實並不能夠分辨到中國的古詞或詞 而漢王它們今次的標榜能夠做到 另外我是第一次在閱讀器那裏見到有支援8192級壓感的電池筆 我不知道那個寫感會和現時主流的4096級壓感的電池筆 會有甚麼不同呢? 還是其實主要用來電賠的專業用戶 才能夠感受到異者的分別呢? 真的令我十分好奇 第三則同樣是以英新聞的介紹 大上在10月25日為它們的Not E-Reader的產品線 增添了一個新成員 Not E-Reader 133 一款是13.3吋上功能以英平板 而說起它最近的那位同盟師兄 其實都已經是三年前10.3吋的平板 Not E-Reader 103 大上這部Not E-Reader 133 配備了一塊13.3吋的以英屏幕 創用了最新的E-Inkarta 1250的面板 解釋度是2200x21650,207ppi 它的鋁合金機身配合CNC一體雕刻的技術 幾具質感的 而硬顯配置方面 和Not E-Reader 103是相當類似 同樣是創用了高通嬌龍660的處理器 4GB RAM 亦都有冷暖雙色前燈 這一部133配備了更大的128GB ROM 此外它同樣是擁有大上招牌的 Turbo高速刷新技術 亦都配有相當少見的3.5mm耳機孔 以及可以插TF卡這一樣的設置值得一讚 遺憾的是試隔三年 它和103一樣 系統竟然是繼續同樣用Android 9的版本 沒有升級度是較新的Android 11或者12 以開放式系統來說 真是不太夠用了 Not E-Reader 133 它最大的賣點就是除了用來做E-Ink平板之外 機身還配備了一個HDMI的端口 連接電腦之後 它就會變身成E-Ink顯示器 大上還在機身的頂部配備了兩顆實體件 可以直接調整對比度和全屏刷新 右側亦都有調整顯示模式的按鍵 特別一提,大上是會隨後附贈一條HDMI線給用戶 這部新品的首發特位價是5,399人民幣 在大上它們自家的京東或淘寶店是現貨有售 這部133,看回硬件參數 其實是應該做一兩年推出,是更加合適的 不過如果想將13.3吋E-Ink的產品作Zekamon 又不想單獨買一部E-Ink顯示器的人來說 市面上這款133可以說是現在唯一的選擇 特別是當紋石在Mac Lumi2移除HDMI頭折後 而大上的刷新技術本身亦甚具後悲 唯一令人廢解的地方就是 為何會用Android 9這個版本 老實說,過多一兩年 我想應該由不少Apps已經不支援、運行不到 起碼都要用Android 11,對不對 實在太可惜了,真是 最後一則繼續是E-Ink新品 以前燈之外,其餘的參數和Mirad Pro 沒有前光板其實是一樣的 繼續是鋁合金機身 25.3吋黑白E-Ink顯示屏 比例是繼續16.9,解像度繼續是3200x188 當然少不了是配備了紋石招牌的BSR快拆技術 而本身配備雙喇叭 以及能夠輕鬆切換環樹屏的特色 亦都讓它的應用場景增加了不少 紋石這款新品的定價是9299人民幣 試隔兩年,來到2023年這個彩色年 其實紋石現在才推出巨前燈的Mirad Pro 真的算是遲了不少 特別是面對競爭對手 大相或大我都好 都已經推出了彩色款的時候 雖然它們還在做眾籌,還未發火 不過若果你是喜歡Mirad Pro的相對輕薄和簡約設計的話 在與無前光板價格相近的情況下 這個升級版都算是一個可接受的選擇 你又覺得如何呢? 好,今集E-Ink Weekly的動作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撐好我這段影片 才能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和香港文石有長期的合作 如果你人在香港,想購買文石產品的話 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進入網站 結帳的時候就會自動有九五折的優惠 若你或你的親友人在英國 需要購買電子閱讀器或相關配件的話 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去逛一逛 文石舊型號的DUJU女子網 不過近日我在做減價促銷 包括10.3吋的Note Air 1及2系列 以及13.3吋的Mesh系列 若果你手持舊機,試試讓它換言一身吧 所有有關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狼就到這裏了 我是積塵 下期英國日期再見,拜拜 拜拜 by bwd6